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因為9月放假,所以今天就將兩個月群組合 想分享我在9月10月用了些什麼 是覺得大家很值得要知道的 然後很想分享給大家的 如果你有興趣就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今集我們由化妝品開始 第一樣是我產品 它真的超簡單,手殘都做到 還有什麼都不用 只是它就夠了 因為市面上有很多類似叫臥殘盤 例如我手上這個鬚洞 它會有些淺色,有些閃粉,還有陰影色 然後又沒有其他的工具 我不知道用什麼掃才畫到剛剛好的臥殘 然後畫得太多,又好像一塊東西 凸了出來,很奇怪 然後畫得太少,又沒有眼睛 再加上陰影,在哪個位置好呢 所以我覺得全部的臥殘盤都可以放下 因為實在太複雜了 但是這支筆就不同了 它是2K4SK的,我在韓國買 但是我看回香港有很多代購的網站 都是大約60-70多元,絕對不貴的 我買的時候是買了幾個顏色 但是最後我就覺得01 這個1號色是做得最自然 你會看到是非常之簡單 就有這個臥殘的顏色 它不會太過銀白 令到整件事很奇怪 一看就知道你畫上去 不過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是一支圓筆 所以是要刨的 我會用回它之前有一個套裝 送了一個筆刨 是很傳統的刨圓筆 但是它的直徑是剛剛好 這樣就可以刨的 但是我現在暫時未需要刨 我就不示範給大家了 總之如果你是不懂得怎樣畫臥殘 但是又很想畫臥殘的話 我絕對推薦大家試一下這個 下一樣的化妝品就是關於粉底 這個是Clay Deport的Radiance Cream Foundation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已經用過 因為它不是一個新的產品 但是我以前是用過一兩次的 在朋友借給我用的情況下 我不覺得它有什麼特別 但是實在太多朋友去推薦我用 問我的用後感 我有太久了 所以我上次九月就在日本的時候買回來 其實我買回來第一次用一擺上臉的時候 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 我就覺得原來都跟我心目中差不多 都是比較滑的Cream Foundation 但是它神奇的地方 就是你一天下來 去到可能八個小時以上 淋下妝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為什麼我的皮膚今天這麼好的 究竟是我皮膚好 還是這個粉底的妝效好 它可以令你有這個錯覺 我覺得它很厲害 我自己平時 用在臉上每次都不會擠現在這麼多的份量 推開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很滑 其實它不是很容易推到很開那種 你會看到它會比較有潤感 然後 那個遮瑕度絕對是有的 但是它的遮瑕度也不是厚粉那種 而是它很自然地很足夠地遮了你面上的一些不均勻 那些不好的面色 然後做到一個好像天生皮膚超好的效果 還有我試過很多次在現在轉季 我已經是超級乾 個人慢慢緊 其實那天那個皮膚是很難上妝 我用它 都是上到的 所以大家如果還在觀望 你可以去入手的 或者你已經用了很多年 終於是燒到我入手的話 你也可以留言 和自己給回個掌聲 說起轉季的時候很難去上妝 有時候一起來 我已經用了很多的護膚品 但是都是覺得一上妝就會很卡粉 不貼妝的時候 我會用這個 都是SALON的 那個台灣品牌它的PRIMAR 這一支是超級斷貨王 我看到很多人都有介紹的 它擠出來的時候 是一個很神奇的膠狀 是磨砂的感覺 但是一推開 它會變成一個爆水的感覺 它是非常熱門 我在台灣的時候 是完全找不到 無論是多少間的Watson市 多少間的寶雅 整個架是沒有貨的 我最後在哪裡買呢? 在HKTV MALL 它們的旗艦店不貴的 只有89元左右 它有時候都會缺貨的 但是它翻貨都翻得快的 我用它 很多朋友都問 是不是很保濕 是不是真的可以遮到毛孔呢? 這兩個感覺 其實我都是沒有的 在我這個沙漠機身上 它做到一個很清爽很微微的保濕感 但是為什麼我都會喜歡用它呢? 就是有時候 如果是天氣比較滿熱 我那天不想那個Base 是用到一些比較滋潤 比較厚重 我怕下午它會頂不上容易溶妝 但是我早上起床的時候 又覺得自己極了 這個時候我就會用它 它可以立即幫我做到一個即時的保濕 令到我之後的粉底是上得貼一點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說它那個遮毛孔的能力很好 我就不覺得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是想要一個保濕的 例如你是中性肌油肌 你很怕一些比較厚一點的Base 但是你又想有那個保濕感 你可以用它 但是如果接下來秋冬季呢 我會覺得一些很乾燥的日子 我用它是不夠力的 我都可以給大家看看我有很多不同的Base 是現在用的 譬如 終於接下來會回來香港的Poy and Joe 然後有Suku伸出的這個 它是超級滑 我也很喜歡 又或者是RMK的一個很經典 雖然它這個好像是剛剛伸出的 但是它之前的Base我都很喜歡 它們就是做到令我的皮膚 即時會柔軟 平滑 上妝是貼服 或者是NAS的這個 它們有不同程度的 因為我不想在一段影片中說這麼多Base 我就不介紹住了 我也想用多一會 還有想那個天氣 再一路這樣轉 我再試一會 再跟大家分享不同的Base 但是它會是一個夏天乾肌可以用 之後是一個很清爽 很輕微 不要期望它是那些很保濕 持續都全日了 我就覺得它做不到 反而我試了另一件 是可以幫到我自己 全日的鎖水能力是好了 是Ipsa的這個cream 它不是叫做cream 它叫做鎖水精華啫喱的 它的步驟很有趣的 它是塗上所有的護膚品 然後我自己在防曬之前 中間放進去 因為它的質地是 啫喱狀 你會覺得也是那種啫喱保濕箱 不是的 它用起來的時候 感覺真的好像一個保鮮紙 包住了你的皮膚 完全沒有任何油膩 沒有任何的油潤感 它不是滋潤 亦都不是那種讓你塗完 覺得它很保濕的一個感覺 它真的好像一層保護膜 是令到整個護膚程序 那天是鎖住了的功效在裡面 我覺得它真的做到的 不會有任何一個膜在上面打住了的感覺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那種很容易水分流失 我用很多不同的護膚品 怎樣保濕 多少東西敷上去 我下午都是會乾真真的人 你可以嘗試一下加多一個步驟 我覺得這個真的挺好用 然後到下一樣 就是很多很多朋友問的 Little Sada 小星塵的Starry Tail 一個的眼精華和它們的眼霜 這個眼霜是N17 Wonder Eye 之前我有用過眼妝的 我不是特別喜歡的那時候 因為我自己的選擇 本身是比較喜歡一些 柔潤感強一些 然後那個厚度會多一點的眼霜 我是眼紋怪來的 那些眼霜一不夠力 我就開始來了 就會看到這裏的眼紋全露出來 我不知道它這次 改了包裝有沒有改到配方 那我用的時候 打開給大家 看看它的頭 挺有趣的 它現在變成一個按摩頭 然後旁邊是這樣飛起 這個位置 我不是很明白那個設計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有時候我塗的時候 旁邊這裏多了 它會塗在這裡 我要努力清潔 我不想有些產品塗在這裡 它擠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塗在皮膚那裏 然後就一直這樣按摩 這個頭也都是那個弧形做得很好 按的時候很舒服 所以每一次我都是習慣用一個紙巾抹它 我又不覺得它這次是特別潤了 但是當它配合他們這個 N32 Wonder Eye Serum的時候 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它一樣都是用這個頭 折出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都是一些Lotion狀 然後推開 完全不會厚 不會有一個很厲害的油膩感 很清爽的 亦都容易吸收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可以做到一個 就是平滑到你那個眼底的皮膚 好神奇 我真的覺得 因為我用了這個組合之後 除了不覺得那些乾紋開始爆 我發現有一些是你不笑也好 會有的一些小紋理 它們沒有了 可能眼部皮膚比較乾的容易出乾紋的朋友 你又不喜歡一些很厚很油的眼霜 你也是想要一些早晚都用到的 日頭用完全不會有任何負擔的話 這個組合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如果你說你是用開一些超級油潤的眼霜 才夠力的話 你可以去它們的店鋪試一下質地 它們真的比較輕盈 但是用一下用一下 我竟然是挺喜歡這個組合 我自己也有一點點出乎意料 然後我想回去化妝品 因為剛才不小心跳了去IPSA這個 其實就是RMK的這支唇膏 這支Liquid 它的顏色不是我平時會喜歡 我是喜歡一些比較偏啡一點 橙通楓葉南瓜色 它任何人茶包括我都會變溫柔的顏色 我覺得很厲害 然後它是很滑滑滑的 只塗這個顏色給大家看看 塗上嘴的時候是很舒服 看不看得到 塗完之後整個人都不應該出聲 一出聲就破功了 立即是變了日系那種很溫柔的感覺 整個人很斯文 然後我今天中間加了HINTS的這個顏色 叫做GIFT 它會比較像我平時喜歡的 偏橙一點的楓葉色 加在中間那裏 它這個RMK的零一 做任何漸變打底都很漂亮 真的加少少在中間那裏 不會塗在唇紋上 令到它很滑滑 在上面很舒服 很舒服 這樣的存在 我覺得這個大家真的可以試一下 它是一個爆妝 化妝品和護膚品分享完 就到一些生活用品了 這個封筒是在IG 我做了一個團購 大家是問我 你是不是分享了 為什麼我不覺得 是 我沒有時間分享 大家已經是搶了 團購的限額已經沒有了 但是我還是要補回一個比較詳細的分享給大家 這個封筒是之前他們找我有沒有興趣做團購 然後我就覺得都可以試一下 因為那個價錢我真的覺得很划 但是很坦白說 我一開始是沒有任何期望 因為我自己是用Dyson 我市區是用Panasonic 一些很封筒的品牌 然後這個是Casamir 你會在哪裡找到 你會在Bruno的店舖 找到它實物有得賣的 然後我的渠道也是他們正式的 不是什麼其他的渠道 它的名字叫做 1600W負離子高速封筒 然後我那時候的團購價 是398元連運費 我都放了它幾天 然後覺得 人家都問你 你都要試一下 誰知道一用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驚喜 它是後面有幾個不同的按鈕 它的熱是有三個檔 然後風是有五個不同的 首先就是你不開的時候 是一個平時的冷風 然後你就可以開三個不同的風 到最後是我最喜歡的模式 我會稱它為一個屎膚鬼模式 因為我個人很麻煩 我用Dyson也好 吹到很熱 我又要它的熱去吹乾我的頭 但是去到很熱的時候 我就會按緊它的冷風 令到我有些涼風 又要降回自己的溫 如果不然我會出汗 但是這個它就會自己冷熱地循環 所以為什麼它是很符合我這個屎膚鬼的性格 還有最重要就是它的速度 它是輸給Dyson少少的 我自己算過時 Dyson吹完整個頭髮 由濕變成乾 是大約四分多鐘 如果用它它是五分多鐘 即是遲分多鐘左右 它已經吹到 和我用Dyson 覺得頭髮是乾的滿意程度 我才會停 就是真的欠這個時間 但是它欠十倍的價錢 我真的覺得很好 加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Dyson 我用的不是最新的版本 因為最新可能聽它說 是有什麼智能的東西 可能有改善的 但是我用的版本 頭髮是越吹越寒 它是結合了兩個優點 它可以做到Dyson的速度夠快 雖然它比不上那麼快 但是也做到很快 然後它做到Panasonic 因為我以前是用Panasonic 它可以令到頭髮軟滑 然後有光澤 柔順一點 不過我那部Panasonic 已經是很久歷史 是趨極的頭都不乾 即是我要快的時候 又要犧牲髮質 我要髮質的時候 又要犧牲速度 它可以兩個都給多我 我覺得它真的很厲害 還有它398 竟然包了有配件 它就不像Dyson 有很多不同的風嘴 它也是有一個風嘴 就是這個 你可以做一個造型 它也是一個磁吸 還有它這裡 是沒有任何 即是它後面這裡 是沒有任何的風嘴 你是不怕頭髮扯進去 既然都拍得片 只說沒有用的 我就插了一個插鬚 然後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風嘴 是真心超大 還有它就是送了這個收納架 它是可以一次過收納到 一樣是磁吸 它的風嘴 加上這個風筒 它後面就是這個3M貼 我一直都沒有掛在牆上 就是因為我想去介紹給大家 它是用3M的 然後另外一件事 就是它下面這個底 是可以這樣拆出來去清 我在我的故事有說過 它不是國際電壓 所以在日本和台灣 你去旅行就不要帶它過去了 它一樣是三腳插 它是香港的220V電壓 我自己帶過去泰國是完全用到的 真的沒有想過大家是這麼信任我 真的很感動 而且這麼熱烈 是24小時不夠就清了 然後我再出貨之後 他們告訴我 數量 我再開了 是一個小時之內 又沒有所有的貨 如果有些朋友是用完 很喜歡的 那你不妨可以留下留言 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我都收到超級 超級無敵多好評 它很輕 超級輕身的 超級輕身的 它是輕過Dyson的 它是300多g的 我沒有記錯的話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很想要這個封筒 想要團購價的話 我都還在問 你們可以留言告訴我 有興趣 或者是IG告訴我 到今天最後想分享的東西 都是一個生活用品 然後有少少關團購事 因為他們有問過我想不想做團購 但是我還在猶豫 我覺得它很好用 我用完之後是非常喜歡 但是我看他們的網 有少少卻步 它的價錢比較貴 以這一類型 旋轉真空保鮮盒來說 例如這個封筒應該是600ml 要成200多港幣 但是它有一個我覺得 在困難的地方 就是台灣設計 台灣生產 台灣製造 然後它的溫度 可以負20 去到80度 我真的覺得它很好用 因為我自己是有很多不同的煲湯材料 還有很多食材的東西 之前是試過 裡面是購了很多 爛爛爛爛的一些 我也不知道 是菊牛 不是藝 總之就是它自己購出來的一些 昆蟲仔 我會用很多不同的泡泡盒 那些泡的保鮮盒 又或者這個 我不記得我是不是之前在越南買的 牌子是這樣的 就是一按 然後這樣 一按下去 它就會變成真空 但是是假的 因為這樣就能開到的了 然後這個 它是要按下去 才能打開的 裡面是放了一些乾辣椒 花椒 然後也是用膠袋捲著的 是很乾爽的 沒有任何潮 然後它那個真空和保鮮 我為什麼會覺得它做得很好呢 就是它關了之後 你就這樣拿幾下 是多大力 你還是不會打得開 我真的用盡了我的力 完全開不了 要按這個按鈕 它就會有一個聲音 這樣 然後呢 就有一個大一點 這個呢 它就不是這個扭扭扭的 它上面是沒有那個按鈕去放棄的 它只在中間這裡扭一扭 那你就會聽到有一點點切的聲音 那就可以打開裡面了 然後呢 你再關上它 扭回去這一邊 它就會鎖住了 不過呢 這個呢 我試過呢 它是可以你大力一點點 是可以 開到的 它是沒有剛才那款鎖得那麼厲害的 我裡面是放了一些煲湯的微豆花生 難不幸的這樣 然後呢 它不是玻璃的 那你就不怕會打爛 因為我有些的保鮮盒是玻璃我摧過的了 那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會是比較厲害的玻璃來的 但是我也是可以打爛的 那所以這個我都覺得呢 是挺好用的 不算說很重的 它也是 算輕身的 但是又不是輕飄飄的那種 它的材料是 聚碳酸脂 ABS 和直膠 那大家如果有對這件事有研究的話呢 就可以去看一下了 我就不一定會做這個斷購了 對 再看大家的反應了 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爭取一些是 我一看到價錢就很心動了 我自己都會忍不住要馬上衝去買的那一陣子 我才會去考慮那個團購 或者是那個產品我真的很喜歡 覺得很有用 對大家都是很好的時候 我才會去做 例如我現在IG那裡 應該大家會看到 後 我每一年 好像連續第三年 和他們做這個雙十一的優惠 今年是超瘋 因為之前是做一個澎湃的贈品 很多迷你裝 我覺得是很開心 但是今年可以轉一轉的形式 我覺得來一個重錘出擊 我是做便宜過買一送一 這些我才有興趣去做這個團購 做這些的優惠給大家 其實我還有一個是很想說的 忘記了帶過來 是放了在行李箱那裡 就是RMK 又是RMK 他們的一個化妝盤 真的一盤 就可以去旅行走天涯 是非常之方便 我上次去泰國帶了它 是完全覺得 哇 一早有了它 多好呢 因為忘記帶了 我接下來 是想著 11月中會拍一條 會group其他不同的旅行化妝盤 都是你帶了它 你就不需要帶其他 那麼多拼拼拼拼的東西 很方便的東西 都會拍一集給大家看的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雖然不是在拍一天的實測 但都給大家看看這個 Clai Depore的Radiant Cream Foundation 那個表現如何 我的妝容由今早8點多到現在6點 已經有差不多10個小時了 那它的持妝度 我覺得是不是很漂亮 皮膚的質感 好像是越來越漂亮 雖然你會看到鼻這裡 是脫了的 都挺明顯的 因為我是流了鼻水 擦了鼻子 所以是沒有了的 但是你說臉的位 基本上它保持得很好 不會說放在髮令紋那裡 然後我可以試一下它有沒有氧化 因為我都很想知道 這一款在我的身上有沒有氧化 那我就試一點點 拍開給大家 看看和旁邊 情況是不嚴重的 不會說相差很遠的 但是可能額頭那些位 我有出過汗應該是有粒度 我試一下加少少補少少 你會看到不需要任何說 抹了它 拿紙巾印 直接這樣擠上去 然後沒有任何的工具 它都可以很好 我例如弄上鼻子 因為鼻是脫了 應該是最看得出的 而且鼻是最麻煩的 會容易有白芝麻 或者是一些鼻敏感的脫皮 我這幾天是流鼻水流得很厲害 但是一塗上去 新的一樣 所以為什麼 我會覺得它是一分前一分貨的代表